好那我請教明傑 北部戰區是中國解放軍五大戰區之一 所以人事的更替背後可能不尋常 確實 其實習近平現在 在這個中共二十大即將召開 準備連任第三個任期 最重要的當然是不是軍權在握 能夠讓他這個穩坐下一個任期 那這個部分當然最近 第一個中共二十大中央軍委會 當然也會順勢來改組 特別是如果依照這一個 七上八下這樣的一個原則 基本上中央軍委會有兩名副主席 包含許其亮張幼霞都已經這一個72歲 那外界評估應該都會下台 另外還有包含像已經68歲的 這個聯合參謀長李作成 還有包含像69歲的魏鳳和 中國的國防部長也會跟著卸任 所以至少中央軍委會 七名委員裡面會有四位下台 那四位下台中間大家外界觀察 接下來會有誰接班 確實最近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觀察 但是回到剛剛講到說 北部戰區司令為什麼在這一個九月 特別是中共二十大召開前突然換任 這個新的司令 這個部分確實是引人這一個揣測 特別是因為五大戰區 去年才換過一輪 那中間西部戰區一年還換了四個人 那另外五大軍總的司令也去年才換過一輪 所以這一個北部戰區司令 先前的這一個李喬明 其實才出任一年的時間 那時間也還沒有到上將退零 借零退伍的時間 為什麼這時候換下他 然後換了另外一位 其實年齡沒有差太多 因為這個李喬明61歲 換上了新任的這個王強才59歲 差兩歲基本上來講 沒有所謂的這個世代交替 這個年齡年輕化的問題 所以背後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當然外界有非常多不同的推測跟看法 但是未來有一個時間點 可以來這個觀察 到底這次換人的原因為何 因為兩個極端的一個推測 一個是認為說 這個北部戰區是不是出了事 如同剛剛講說外傳 九月七號沈陽紅區 軍用機場傳出槍聲爆炸 所以才讓他下台 不過另外一個看法 反而是認為說李喬明 因為過去他其實受到習近平的 這一個重要的信任跟重用 他在2019年 這個中國國慶的時候 還長的這個戰旗的方隊 讓這個習近平非常賞視 過去也曾經是最年輕的上將 所以有沒有可能把他預留伏筆 放在中共二十大 這個中央軍委裡頭 特別是有沒有可能 接任新任的這個軍委副主席 這也是另外一個有可能的爆點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 中央軍委副主席的一個任門人選 就是前東部戰區的這個何惠東 他目前來講六十五歲 那先前卸任之後 並沒有其他的這個新職 那來出任 不過因為他也不是中央委員 所以他如果能夠進入中央軍委 或者甚至進一步直接擔任 所謂的軍委副主席來講 也是破格任用 那當然還有其他 幾位中央軍委可能的人選 那外界也觀察說 以習近平過去有十七年長達的時間 在福建 那從政非常有可能會拔著 所謂的過去的台海派 也就是三十一軍 來取代過去一向重用的越戰派 那越戰派包含像 這個這次可能會卸任的 這個聯合參謀長李作成 或者是現在的陸軍司令員 劉正麗他本來也打過越戰 那不過他基本上來講 先前也認為他呼聲非常高 有可能中央進入中央軍委 那這個部分反而現在 呼聲最高的是 現任的東部這個戰區司令 林向陽他才58歲 另外還有南部戰區司令 王秀斌也是58歲 過去都長期存在這一個 現在的福建73集團軍的前身 也就是三十一軍 跟習近平都有接觸過 也都是他算是嫡系的 這個軍方的人馬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外界也在觀察說 習近平如果想要加速 來處理所謂的以武力 來解決所謂的台灣問題 非常有可能會重用所謂的台海派 那當然也是未來台海情勢 一個重要的觀察重點 那至於先前還有另外一位 前這個西部戰區司令 徐麒麟本來被換下來 也認為他可能出事 不過現在也有人認為 習近平是在預留伏筆 因為他年紀才60歲 也有可能會讓他進入中央軍委 所以當然習近平對於軍方的布局 非常重要 第一個優先當然是穩固 他自己的一個權位 第二當然是未來台海問題 要如何解決的一個重要觀察指標 好那明傑剛剛講到 英國女王當年請習近平喝 1989年的紅酒的同時 多國聯合軍演事實上也在秀肌肉 對我們看到其實這個美軍 在印太地區自從八月開始到現在 至少有七場以上 聯合盟國的這一個多國聯合軍演 那中間受到矚目的是今年 過去其實每年也是例行性的 在澳洲進行的漆黑軍演 那今年2022 那罕見匯集了多達17個國家 那這個我個人觀察 他未來非常有可能成為 這個美軍在這個印太地區 另外一場空中的環太平洋軍演 那這一次我們先前陸續看到曝光 除了美軍先以部署 這個試駕的B2A這種逆中轟炸機 到澳洲參演之外 另外包含像澳洲自己的這個 F-18大黃蜂或者F-35戰機 也都參加 那這一次直接都在曝光 那所有參與國中間 總共有高達9架的 這一個空中加油機 參加這項演習 那這個媒體推測 這9架中間包含像 美軍派了兩架的KC-13-J 那還有包含像法國 A330這些所謂的空中加油機 那整個空中加油的 這一個載的燃油高達830噸 這樣的一個重量 那可以替這個數十架的戰機 直接進行空中加油 所以這也然已經是可以進行一場 大規模的空戰的規格 那當然對外秀肌肉的目的 我認為為什麼時間點 八月以來陸續展開了七場 這麼多的這個聯合軍演 當然無非就是在回應 這個解放軍在八月份 對臺圍臺軍演 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在對中國施加外部的壓力 那同時其實不只在遠在澳洲 在這個臺灣的北面 這個沖繩這個地方 其實美軍也在默默 除了先前東方之盾 美日之間的聯合軍演 在這個燕美大島之外 他也在自己的基地 那透過美軍的陸戰隊 動用CH-53E 這個超級總碼的直升機 在進行所謂的這一個遠征前進基地 中間的吊掛的這一個演練 那主要是這一型的這個超級總碼直升機 我們過去其實曾經介紹過 他最新的CH-53K 他外部掛重可以到這個18噸 那先前CH-53E 他已經非常可觀 可以到14.5噸 曾經因為有直升機 試試把他直接直升機掛 直升機把他調走 所以調掛能力非常強 所以他照樣非常昂貴 有一架等同F-35戰機的價格 但是美國陸戰隊還是毫不手軟 準備要買兩百多架 那未來當然主要運用在第一島鏈 他的優勢就是說 這一次他的演練 直接從沖繩調掛一輛這個JATV 也就是說聯合戰術 新型的這個戰術輪車 直接把他掛到這個調掛到這個 他在外海的米格爾基斯號 這遠征前進 前進基地的 這樣的一個大型的運輸艦 這一型的運輸艦 這些滿載噸位 有到九萬多噸的 僅次於美軍靈敏之航母 這樣大型艦艇上面 當然也在演練說 作戰的時候 一旦第一島鏈 特別是日本沖繩或西南諸島 如果遭遇到解放軍的襲擊的情況之下 他能夠快速 那配合不管是陸戰隊的 冰海作戰團 那從這個不管第一面或艦上 可以透過CH-53E 直接掛載 不管是大量的兵力 因為一架這種直升機 至少可以搭載46名全副武裝的陸戰隊的隊員 那還有包含像他下面 也可以直接吊掛 包含像M乖乖這種藥物的榴彈炮 甚至我們這次看到 還有這個連這種戰術 裝甲車都可以進行吊掛 等於說他遠程投送的能力 非常的強 這個部分當然也是在預備 如果今天真的台海有事 那美日要如何來聯手 來防衛第一島鏈 那還有同時除了這些傳統的軍武之外 那美軍第三艘的無人艦艇 水手號最近也下水開始測試 那美國海軍先提出 這2045年500艘艦艇 這樣的一個大規模的造舰計畫 中間373艘是載人軍艦 有高達150艘的無人軍艦 包含潛艦在內 中間潛艦50艘 100艘的水面無人艦 那水手號就是 既先前這個郵寄兵號這些測試艦 之後第三艘開始測試之後 美軍準備派遣載人軍艦 跟他進行聯合的演練 那未來中型的無人軍艦 可能排水量會到達兩千噸左右 上面可以至少搭載32 據這個垂直發射系統 可以搭載各式的標準 二型三型六型 各防空反艦飛彈 能夠進行所謂分散式殺傷 這樣的一個能力 那對應對這個解放軍 不斷的這個所謂的下角之後 造艦能夠用無人的軍艦 來予以這個還擊 那同時還有包含最近傳出說 這美國軍 我不只在烏克蘭自首可樂 包含像M142海馬斯多關火箭 吃針飛彈 甚至國際都缺貨 也一度影響到對台軍售的時程 那現在也傳出說 最近有一型AM120編號是D3 但實際上他是AM120 中程空隊空飛彈 C8版的一個等於說正式定量版 那有高達8萬美軍自己 有20國在進行搶購 那為什麼這麼多國家要買 主要是說他也是現今 空中等於說有實戰經驗 同時也是射程 可以超越解放軍號稱 有150公里 霹靂15他的射程 那這一型的飛彈 他射程可以到160公里 比過去台灣 其實我們曾經兩批 獲得C5跟C7型 大概射程100公里來講 他也換裝了新的巡標器 能夠辨識 又有跟實際的戰機 還有包含像他的偏軸飛行能力 也非常的強 其實就是這一個加強版 中程版的AM9X飛彈 那等於美軍自己F-22到F-35 零中戰機 甚至F-18 F-15E 甚至F-16 全面都要配掛這種戰機 那另外包含像國際上澳洲 日本 非常多的國家 都想要獲得這型飛彈 所以現在有高達20個國家 要搶購這型飛彈 那非常重要 我們先前談到說 台灣政策法 那在美國參議院即將要審議 這項反而對台灣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通過台灣 可以等同飛北約盟國的地位 其實未來我們在這一個 武器性能上面的升級 也可以等同這些國家 我們稍後回來